好 主播可以看到大火不斷燃烧 燃烧的火光是照亮了整个夜晚 而且浓烟还不断向上窜身 发出阵阵难闻气味 紧销货爆后带着氧气瓶到场 拉起水线向起火位置不断射水 还好火势很快就得到控制 但听听看现场情形 那现场是因为是堆造那个塑胶的 那个支援回收碗之后的那个税力 那堆积的话比较高 所以它现场都是比较闷烧的状态 所以在火势是我们在控制之下 但是因为是闷烧的状态 所以在厂口处理上时间会花比较久一点 这起火灾发生在15号晚间 大约11点55分左右 台中太平永峰路一处资源回收场内 由于这间回收场位在巷弄内部 大型消防车无法靠近 所以警消只能从外部道路拉水线进入灌旧 由于这处回收场是专门回收塑胶相关物品 所以火势一度难以控制 还冒出阵阵黑烟 而现场也因为塑胶垃圾的这个闷烧 发出浓浓的难闻气味 这次消防单位一共出动了8个分队 19辆消防车一共58人 还好在一个小时内就将火势给控制 总计燃烧面积大约300平方公尺 还好当下回收场里头没有人 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至于火灾发生原因 警消初步研判是塑胶回收场里头的垃圾自燃 以上最新资讯主播